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闲言少叙,书接上文 在咱们前面的几段书里啊 咱们把崇祯皇帝的皇子下落 以及结果挨着班的讲了一遍 那有好朋友就得问了 你说的这个,他准确吗? 哎,这也不得一定 因为他既然是迷案啊 他就有他离奇的地方 有他不准确性 咱们聊了这么多呀 总之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满清朝廷啊 是绝不承认任何一位诸三太子是真的 通过这段时间查找资料 我发现呀,有很多案件 确实是打着诸三太子的旗号 不过也有相当多的案件呀 只是打着大明后裔崇祯皇帝皇子的旗号 并且呀,还有些人 只是被朝廷怀疑为崇祯皇帝的皇子 就被拘押杀害了 你们比如说这个北都太子案和文上太子案 这两位涉案的皇子啊 从未有过谋逆大清朝廷的言论及行为 并且呀,被冠以的名义 是冒充皇子倚乱视听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八旗兵啊 之所以能够顺顺利利的入关 进了北京,得了天下 那是因为摄政瑞亲王杜尔滚 在入关前啊,召告天下 他说呀,这个八旗兵入关 是为了大明朝剿匪 那剿匪剿的是谁呀 就是闯县二贼呗 再者来呢,就是替崇祯皇帝报仇 这句话呀,就很有指向性了 替崇祯皇帝报仇 那单指的就是要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君 因为这崇祯皇帝啊 就是被李自成逼死的 所以说在这期间或者这之后 突然蹦出一位崇祯皇帝的皇子 那么清朝政府啊,就很麻烦 那么大清朝廷让国于这位皇子吗 当然不可能了 吃进去的土出来呀 那难了 恐龙让离好让 这大清让国呀,让不出来 要不见,干脆封个王 这也不是个好办法 无论是在京城封个贤王 还是在外地封个藩王 这样下去呀 这个王爷都会成为 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 如果这样,这大清朝廷 岂不是养虎为患 给自己以后找麻烦吗 要不就放任民间 让他自生自灭 也不好 别有用心的人啊 迟早会找到他 利用他这个名号啊 反清复明,竖起反旗 所以说呀,这满清朝廷 就不能容忍有崇祯皇子的存在 这才呀 见一个杀一个 逮着一个处死一个 越像是真皇子的 死的就越惨 臭名昭著 在京师啊 挑唆其人作乱的杨启龙 康熙十九年 在陕西被逮着了 无非也就是唠的一个 斩首示众 可是那些听上去 于情于礼 都是崇祯皇帝皇子的人啊 既无谋反 也没作乱 最后竟然是被凌迟处死 所以说这大清朝廷认为 你造访不怕 但是朱三太子这个名儿 太可怕了 我想 后世的康熙皇帝啊 只要一有朱三太子的案件发生 心里肯定暗暗的咒骂 他的叔爷爷多儿闻 你说你个老头子 应天下人这个干嘛呀 如果是按照中国历史上 所有王朝更替的规律办 那么胜利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 烧皇宫 掘坟墓 杀宗矢 既然是一刀一枪打起来的天下 那么胜利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自然就得是先把前朝的皇室 统统绞杀 这多好啊 骑着咔嚓 杀个干净 就没有麻烦 这八七兵啊 巧立明目 得了大明天下 这样一来啊 那后世的皇帝很麻烦 有人打着前朝宗矢的旗号作乱 按着叛军剿灭 顺理成章 哎 这还算好说 要是碰上文上太子爱 这样 涉案的前朝皇子就麻烦了 人家既没作乱 也没有作乱的言论 与各地反贼啊 既无联络 也不认识 上德堂来 不用打 不用审 人家就全招了 这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你说你是怎么处置他 最后这皇上啊 也只能是厚着脸皮 给人家加了一个冒充前朝皇子 以乱视听的罪名 所以说在入关时候的这个都尔滚的一句话 才导致了后世诸三太子案的难处理 他们说说到这儿啊 就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么既然这些崇祯皇帝的皇子 隐藏在民间并不难寻 那为什么这些难明的小朝廷 不去寻找这些位皇子呢 换而言之 为什么这些个皇子不去江南投靠这些难明的小朝廷呢 要是提起这事啊 他可说呢 崇祯十七年以后啊 大明司宗皇帝自一眉山 大明朝啊 就算是亡了国了 可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 也确实出现了五个难明的小朝廷 您比如说这个 红光 龙武 鲁王监国 还有这个少武政权 以及永利政权 这些个政权啊 都是明代的一些藩王建立的 您仔细想想 这大明朝刚已亡国 江南啊 有实力的藩王 就打出了小政权的旗号 那这些藩王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是当皇上呗 所以说呀 要万一来个崇祯皇帝的真命皇子 这皇上到底谁当啊 这件事啊 这藩王心里明镜似的 这些个皇子心里啊 也明镜似的 一旦皇子们去投奔了这些个藩王 那最后唠的可能就是秘密师公 连师手都找不着 关于这满清朝廷 为什么要诛杀诸三太子 和这些崇祯皇帝的皇子们 为什么不去投靠南明小朝廷 这两个问题也是这些天来呀 在留言区里讨论最多的 我在这呢 也是从侧面跟大伙聊聊这事 不能说是给您一个正确答案吗 也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按说呀 咱们这个系列到这儿啊 我想就结束了 可是后来又一想呢 如果不讲一个真正的诸三太子案 总有一些骂题的嫌疑 得嘞 那咱们就以这个京城假诸三太子案 养起龙智收尾 咱们不忘前也不忘后涉及 咱们就以这康熙年为例 康熙年啊 闹了这么多起诸三太子案 据说被解到京师结案呢 就有十多起 在地方上就已经审理清楚结了案的 那就更多了 在这些个诸三太子案当中啊 我想让这个康熙皇帝最为惊心痛破的 那就得说这杨启龙案 提到杨启龙这个人啊 我想很多朋友并不陌生 因为在那个著名的电视剧 康熙王朝当中啊 这杨启龙也算是个主要人物 不过今儿听完我的故事啊 我估计您就得失望了 因为我这儿的故事 远没有康熙王朝里 涉及杨启龙的案件那么热闹 因为我看了看啊 在那部电视剧里啊 除了编剧导演 凭空发挥出来的感情戏以外啊 其他涉及杨启龙身上的故事啊 也是编剧把其他 诸三太子案的故事 罗织到他身上的 那么真正的京师 诸三太子案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话头啊 咱们就得签到康熙十二年的十二月 那一年啊 是1673年 平熙王乌三桂昆明造反 这三藩之乱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听说云南乌三桂这个大手子乱了呀 那各地的小虾米纷纷起兵响应 这段书啊 咱们在三番人物质那个故事里 已经讲过了 咱们不细说了啊 在这些的小虾米里啊 其中就有这个杨启龙 杨启龙是什么人 其实啊 这杨启龙就是北京京郊的一个农民 可是这杨启龙齐人啊 很机智善雄变 肚子里多少又有点墨水 并且啊 自己还创造了这么一个会的门 信众还不少 有那么个一两千人吧 最为可怕的是 他的信众当中啊 有相当一部分 是京城八旗正身齐人 门下的开户齐人 以及包衣店户 其实这些人的身份啊 他也是齐人 有人说 那齐人不是铁板一块 都听齐主 都听皇上的吗 那看怎么说嘞 其实有清一代啊 这齐人之间的矛盾并不小 齐物问题 一直啊 就困扰着大清朝廷 这些个开户 包衣 以及殿户啊 他们多是八旗汉军 很少有八旗满洲 以及八旗蒙古 说是在八旗当中啊 汉军 满洲 蒙古是平等的 但是实际上啊 就不然 这些人啊 普遍身上没有差事 有人说八旗子弟 一天到晚呢 就是吃喝玩乐 其实不然 这八旗子弟啊 你有班上的 被调了假的 就有钱有粮拿 没被调假的 一分钱也没有 不被调假的正身其人呢 政府啊 还给其地 那么这些开户 包衣和电户 他们是既无差事 也没有土地 所以啊 生活过得很潦倒 虽然这些人啊 只占少一部分 但是他必定存在 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呢 他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煽动 在这些人里边 有两个人呢 他微信比较高 都是旗下属人 一个呢 叫做黄吉 另外一个叫陈毅 这两个人啊 都是杨启隆的徒弟 于是经过多番的商议啊 他们就决定捧这个杨启隆 让杨启隆自称为诸三太子 趁着各地兵乱 举起反旗 伺机攻破紫禁城 杀了皇帝皇太后 就算是谋反成功了 那么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少人呢 核心人物啊 一共有三十余人 城外的信众不算呢 广城内就有 大几百的八旗属下奴役 是这伙子人的追随者 那有人说啊 就这大几百人就造反了吗 可是您别忘了 这是在北京城啊 并且是在北京城的内城 这些人的据点在哪啊 您听听啊 这据点可进了 就在内城古楼西街 这个院子是谁的呀 这个院子就是这个皇籍陈毅的家主 整皇席 汉军 成恩伯 周全的院子 这周全呀 他平时不住这儿 皇籍陈毅啊 实际上是给他看家的 谁想啊 这儿成了叛军总部了 要说呀 这些叛军呢 还真是有点准备 他们呀 先假模假式的 给崇祯皇帝的太子 朱四郎上了侍号 侍号啊 叫同天和道 成名纯净 康文一武神文献孝 道皇帝 还给上了庙号 叫顺宗皇帝 然后呢 这杨启隆啊 再自称是朱三太子 朱四炯 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显得呀 比较正统 很和王道了 这些人呢 还给自己的叛军 起了个名字 叫中兴官兵 并且呀 改年广德 他们约定啊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凌晨的时候 在城内放火为号 一同啊 杀进紫禁城 擒拿康熙皇帝 可是啊 这乌合之众做事 总有不觅之处 这一群人啊 他只顾黄欢了 就在十二月二十一号那天啊 被这个家主发现了 这承恩伯周全 发现这件事以后啊 就赶紧向上边汇报 汇报自个儿 整皇席汉军都统祖列 这祖列呢 又连夜 报告给了兵部尚书 大学士明珠 这会儿啊 已经攻进了 在进宫 报告皇上 已然是来不及了 这明珠一响啊 我得赶紧找守着有兵的人呢 这大晚上 谁守着有兵呢 于是他就想到了 整皇旗满洲都统土海 于是他就让土海 连夜点兵去剿匪 话说整皇旗满洲 正都统土海 副都统 觉罗吉哈拉 就在二十一号的这天晚上 带着一群八旗兵 就把这个叛军窝子 给围住了 等到这个院里的叛军 有所发掘之后啊 他们决定提前起事 也别等到二十三号了 干脆就今儿晚上吧 于是这大院里的几百人呢 算是豁出去了 一手举着火把 一手拿着刀剑 就冲出了大院 与官兵厮杀在了一起 那结果呢 是很简单 头目呢 受重伤 悉数被抓 其他几百随众啊 全都被杀 唯独在乱军当中 跑了首范 杨启龙 那被抓的都是什么人呀 首先呀就是这二位头目 黄姬陈毅 其次呢 这里边啊 还有叛军的王子和官员 齐奸王娇三 护驾指挥使 朱尚贤 阁老张大 等等 转过天来啊 跟皇上一说 这康熙皇帝 十分震惊 不想在京城啊 居然窝着 这么一股反清势力 那既然案子破了 接下来的就一定是 血腥的屠杀 据史书记载 货贼既多 斩头无地 以车满载 出九门斩之 失机如山 如事者 八日 也就是说呀 这一车一车的 往城外拉人 干嘛去呀 砍头 就这种杀法啊 一直杀了八天 那么这逃跑了的 杨启龙怎么样了呢 康熙十八年 和康熙十九年 这两年啊 分别在西北 抓住了两个 自称是杨启龙的人 一位呀 是月乐抓住的 还有一个呀 是土海逮着的 后来经辨认 月乐逮着的杨启龙啊 是杨启龙的一名部下 假借他的名义呀 在西北作乱 那土海逮得的呢 学界普遍认为呀 就是杨启龙 但是还是那句话 清朝的朝廷啊 连这个假诸三太子的身份 都不承认 就冠以一个冒充 诸三太子名义 霍乱妖言的罪名 在北京 砍手势众了 这些呀 就是我能查到的 所有有关 杨启龙 诸三太子案的内容 至于有的博主 要博眼球 说这杨启龙一生啊 反叛起义了七十多次 这个数字啊 我就不知道是哪来的了 关于这诸三太子案 说说至此啊 咱们告一段落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呀 咱们要开心书